疫情确定是失守了 指挥中心确认一人染疫 而跟他同桌吃饭的一名富人是二彩阳性 离岛要求入境普筛 立院党团终于以附带条件的方设来过关了 指挥中心的新政策却是不要求普筛 而是要有症状才筛解 澎湖县不甩指挥中心开出第一枪 只要入境不接受普筛 就直接依法开罚 消毒人员在马公市区持续进行大清销 指挥中心31号证实澎湖出现受力确诊个案 没想到县府也自行公布疑似第二起案例 这名年约50岁的富人26号出现感冒症状 到市区诊所就以后又去了北城市场 28号再到全联采买 直到30号才被匡列裁剪 而且二彩阳性 不过富人足迹是否只有这些 网路上有网友言之早早表示他交友复杂 当地有人曾光顾他开的娱乐场所 就怕疫调没有全部坦白 以前就是卡拉OK啊 绕绕啊 男性追求者不少的 很多啊 听到疑似染疫的富人来过 市场赶紧大消毒 澎湖首例确诊个案 8433跟新森第二例两度聚餐 如今饭桌一人确诊 一人二采阳性 其他三人采检阴性 强制隔离中 但两人进出闹区 澎湖疫情爆发岌岌可危 立院党团协商中央终于同意在 五个国内航线的机场设立筛检站 只是明代要求全面筛检 到了指挥中心又被打折 要填写过去14天的健康生命 那现场有症状 我们会立即采取PCR的检测 并没有把立法院的决议落实 表达深切的遗憾 14天内有症状才需要筛检 跟全面筛检差太多 另外机场新的筛检站 一周内上路具体办法指挥中心 却也没说明 离岛从零确诊就要求普筛 如今马祖澎湖五人染疫 却只换到五症状筛检 难道要离岛全轮线 才能让中央听到离岛的声音吗 记者炎龙菜山澎湖采访报道